这里是基隆台基隆台呼叫 有一份通电传台请收听 中国东部战区将在台湾周边展开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 请在台湾北部西南东南海域空域 航行的传台远离射击区 透过广播通知海上作业的渔民 中国要在台湾海域进行军事演习 要大家远离射击区 八斗子渔港岸边只剩下两艘船只进行捕往作业 听到中国又要军演似乎已经习惯 我也没什么担心 因为他们抓人是进来的 比较没有影响那么多 我们已经麻痹了 已经麻痹了 所以正常作业就对了 还是正常作业没有停下来 船也没有进港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抵达台湾 中国宣布从4号开始 一连三天在台湾海域周边六处实施军演 其中北方山岛演训区 这里是北部重要的渔场 现在正值透抽惨记 就怕渔民不知道要军演 渔业电台每小时加强广播 我想这个地方北方山岛是我们 北部甚至台湾最重要的 北部最重要的渔场 而且现在是透抽的盛展区域 你看现在所有船都出港去了 港内都没有什么船 然后可能他现在发布 海上这些船子可能还不了解 所以我刚刚请电台马上广播 让这些在外面作业的渔船 能够得到这个信息 要他们注意 毕竟经验 对渔船来讲 如果他们不知道的话 他们在海上没有收到这个信息的话 我想是危险的 而同样在毕沙鱼港 夏天最夯的行程 金庸雨登岛 虽然照常举行 但游艇业者似乎感受到 不寻常的气氛 就担心团客突然出现退订潮 假日是都还没满班 所以还有蛮大的空间 可以承载客人 那这三天会不会就开始就退订 或是说 是有感受到最近的订单 没有那么多 应该还觉得还蛮平静的啦 因为毕竟那边离我们这边还有一段的距离 还算不算小 就还好 怎么说正常 对就是正常 因为没有他们没有到关心到这么远去 就是出我们正常 因为我们白天要等到 这还要掉 而中国划定军演的区域 一连三天军演立委蔡世英说 中国主要是撞绅士 中国划定的这个军事远前区 一定程度的妨害了我方的主权 不论是在领海周遭或在兼具海域之内 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所以国防部已经就这个部分表达出严正抗议的立场 那但是中国画了这个演习区 是不是就在那边演习呢 其实也不见得 因为这些区域离 中国的相关海域都有一段距离 我认为他大部分的状况是画了撞绅士 但不见得会在这个地方采取军演的行动 比如说他有在可能在北方三岛周遭 实施所谓的飞弹射击吗 实际上不可能的 因为那个地方是重要的渔场 有很多的往来的渔船 不是他画一个演习区 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 因为事实上这是非常危险的行动 更何况那边也是我国海军部署的范围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中国虽然透过他们的官媒 画了在台湾周遭画了所谓的禁航区 但实务上能不能真的去执行 是被打问号的 那更何况我方的军事力量 事实上就在我方军事力量投射的范围内 所以我想国防部在这个地方 会表达出来演真的态度出来 正值偷抽生产季节 目前有多组的渔船在海上作业 渔会将会密切和渔业鼠保持联系 确保移民生计及作业安全不受到危害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